大家早安 結局全球現場 我們繼續帶來聚焦的是美國總統大選 現在已經倒數不到兩個月了 而最近這幾天 美國國會迎來了復會 迎來了新的會期 首週就要迎接所謂的中國州 好 首先是在9月10號這一天 美國的聯邦眾議院就通過了 台灣衝突嚇阻法案 進一步就是要揭露了 中國大陸的高層領導人 在海外的全球資產 如果說真的有嚇阻台灣 對於台灣有所威脅的話 那可能就會切斷他們 以及家人使用美國金融體系的權利 等等的凍結財產的一些措施 目的就是要遏止中國大陸 侵略台灣的可能性 好 來看到這是共和黨的眾議員希爾 他表示說 這個法案要讓中國的高官知道 如果真的犯台或侵台 或損害台灣的話 不但會將他們的海外資產 通通暴露在中國民眾的面前 不利於他們對於國家的控制 也導致一些中國大陸的領導高層 以及他們的家屬的財務的狀況 可能會進一步的陷入困境 好 另外剛剛提到了 首州就迎來了美國國會的中國州 這也是共和黨籍的眾議院議長強身 他就表示 在這一週裡頭會速審一系列 聚焦中國大陸的法案 那其實有25項是直接或者是間接 和中國有關的法案的排期 好 中美關係到底在這個美國 總共大選之前會有怎麼樣的演變呢 其實在上週的時候 這個美國國安顧問到北京這邊 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會面 而大陸的國安部在昨天就發表了一個新的文章 指出說中美關係有四個沒有變的基調 這個首先是要強調的是 中方致力於中美關係的穩定健康 可持續性的發展的目標是沒有變的 並且也強調了中美之間的友誼是沒有變的 另外也提出了所謂的五個關鍵 還有新三部就目的是要建構中美關係的防火牆 那其中的新三部涉及到的紅線主權以及國安 那當然中國大陸一直他們強調的所謂的紅線 就是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 蘇利文訪華之後中國大陸現在持續舉行出場外交 在現在中歐關係緊張之際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天接連會見的是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以及挪威首相斯特勒 而現在桑切斯就表示說西班牙支持自由貿易 以及市場開放不贊同打貿易戰 希望歐洲之間的經貿合作可以持續加強 好可以看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他就表示要平衡中歐之間的關係是有利於全世界的 希望雙方可以加強的是人文交流 深化經貿新能源汽車等等的合作 支持自由貿易跟市場開放等等原則 不贊同打貿易戰 習近平他同時也向挪威的首相表示 中挪建交七十週年挪威是北歐第一個 和中國大陸建交的國家之一 希望雙方的關係能夠止跌氣穩 而烏戰爭當然也是會談的重點之一 習近平現在持續表示會持續推動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 而中俄之間的各項合作持續的深化 大陸的國防部在九號發布了一個最近消息 指出說俄羅斯的軍隊本週將會派出海空力量 要參加中方在日本海 俄獲刺客海域的舉行的北部聯合2024演習 中方的指揮人員目前已經抵達到了海聲威 聯合指揮部也已經開設完成 飛行員圍繞可能出現的威脅和複雜氣象條件 進行了裝攻進練 針對特殊情況進行了專項的技術研究 機務人員根據飛機的特點進行了全面的檢查維護 使飛機處於良好的狀態 確保演習取得疫情效果 中俄雙方這回總共派出有11艘的艦艇 還有20多架的飛機參與演習 中方參演的兵力已經在北部戰區的某個機場集結完畢 這是中國大陸第二次舉辦北部聯合系列的演習 當時在日本海中部演習 那麼今年是擴大到俄獲刺客海 同時間中俄兩國的海軍也將進行一年之內的第二次聯合巡航 要深化兩軍的協同作戰能力 好 持續要來看到這是一個驚險的畫面 因為颱風摩羯重創越南各地的災情不斷 東北部的富寿省有一座大橋經不住洪水的沖刷 居然攔腰斷掉 有一名駕駛的行車記錄器也拍下了斷橋的恐怖瞬間 好 可以看畫面簡直就像電影一樣 駕駛就眼睜睜看著前面的卡車突然消失無蹤無影 嚇到驚叫連連 旁邊的摩托車其實也差一點就掉了下去 這一座橫跨駝的豐州 豐州大橋在9號上午的時候突然就垮塌 導致有多輛的汽車墜河有多達13個人失蹤 越南的官媒現在進一步的報導 颱風摩羯已經在當地導致有59個人死亡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選球現場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要是你的 感谢观看